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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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想给不着人 你只有哪儿阿牛在啊 你那嘴才会老是 就是 他就会欺负我 跟他阿牛哥那儿 嘴甜着呢 好啊 你们两个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呀 卖部长 我不要这么多啊 这不倒是看见 来来来来 我这有地方 上我这儿 姑娘 上我这儿吧 我这儿也有地方 上我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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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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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太乖了 刚才还是寂静无声 现在是惊鸿毕日 这吴王河里耍的什么把势 管他是什么把势 我们就应当成胜追击 打他个丢盔卸甲 追得倒是痛快 可已经进了人家的口袋 再冲再杀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王 两军对队永远就胜 大王 不要太犹豫了 再等下去 就真让人家和北一辣 匹夫之勇 法令 你才打过几天上 就在这里口出狂言 扫完物造 听范将军说下去 大王 这山中 惊鸟遮天蔽玉 却不见林中一个人影 看不见一面旗帜 更听不到一声马叫 连事物都闻丝不动 大王不觉得奇怪吗 依我之见 这里至少埋伏着十万精兵 我们这五千人冲杀下去的话 肯定是自投罗网 让他人致起 灭自己的威风 林姑父将军 我认为范将军言之有理 别忘了 我们的对手不光是和吕 更有吴子叙 他是用兵高手 当年楚平王是怎么败的 前车之箭不可掉以轻心 大王 别听他们危言耸听 还是赶快调兵 决意死战吧 大王 万万不可 既不可是时不再来 你这是败兵之策 翻离 离 二位不必争吵 让大王想想吧 大王 勾剑已被我们死死围住 我们数十倍于他们的兵力 像捏蚂一样就能把他捏死 我们还等什么 等 等狗家把人羽都调上来 一网打尽 叫他们永无翻身之力 此刻再有寝战场 杀无赦 大王 大王 这几乎可是 大王 还是范将军判断的对 眼前这片山林 就是一个无底漩涡 朕都看不清 有多少兵来都只能填进去 那时候连守都城的力量都没有了 眼下陷入着奇震 只怪我头脑发昏 没有听范将军之劝 寡人 连累鸽鸽了 是为知己者死 大王不必自责 我相信你的话 倘若这五千精兵在这仪仗之中拼光了 越过就完了 那就赶快从都城调兵吧 能不能收到 病贵不贵多 兵贵京不贵多 他若有几百死士 寡人自有欺诏反败为胜 寡人自有欺诏反败为胜 文贵 宠大夫 臣在啊 闯寡人的话 把交不上军粮入罪的南丁 接到阵前来 把军粮进来 换作死士打头阵 是 范将军 你在想什么 大王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后代人 莫将去探探这吴子虚的阵法 范将军 派人去就可以了 寡人不能让你去冒险 是 莫将必须自己看个明白 求善 莫将在 你带人 跟范将军同去 是 大王 求善可是您的护卫将军 求善 倘若范将军稍有差池 你也不用回来再见寡人 是 弦国 你勾剑的性格 早该按捺不住了 为何迟迟没有动静 今非细彼 现在勾剑身边 由辅佐他的高人 谁 范黎 范黎 请大王告知全军 阎峰月军席营探阵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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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爷 出什么事了 我们先交付这两个人 要被送上战场了 那我干嘛 留不住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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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 江语 让开 坐 到 我们往车 有 过去 赵 兵爺 你满了母 你 civilizations把荤樑敲敲下 杀 兵爺 пош兜到鼓山 你上去帮她吗 正子 小ET 一定要救ン remain 小鞭 岳 让傢狗地 快走 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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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這哥快快說 走 去找師父拿個主意 放回去 范將軍 既來探陣 又不進前 要等到什麼時候 吳子虛的陣法不免 不能輕舉妄動 你聽 青蛙不叫了 有人 老大 這兩名搞什麼命他們了 都按命不動 他們要不打 我們也發不了財啊 不送命就是好事 我可沒見過這陣勢 我看 咱們還是撤吧 啊 這個時候撤 那可是蝦子裡的白費蠟了 誰怕誰走 小發財的跟著我 老二 你別太龍馬 大哥 他們是賣來的 這是我們的地鐵 不能別插手啊 走 找個地方先抱下來 哎老二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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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zam 我還有一頑 咱們 constructor か 是嗎 veux 是嗎 昨天 这些山子的地形技术 尽退了 走 跟上他们 走 律师 这么多兵书我们怎么找啊 就是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也找不着啊 我觉得师父说过 有一句 上面记败吴国吴子西的 用兵之处的 就找那一句 还是求求师父 跟他说清楚啊 这一仗要是打下来 可是师父就是燕军的 这仗打来打去才隐居的 那打仗的事 会必跟他说得清吧 哼 说不通就偷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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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用这件兵书 去换回郑旭和阿牛吧 何止郑旭和阿牛 还有那些有去无回的 六百死士啊 宋乔师父 求求您救救他们吧 六百生灵 我岂能不想救他们 可是救得了今天 救不了明天 他们爱打仗 就让他们打去啊 把我们被抓的人救回来就行 这样是救不出来的 破不了吴子虚的阵 只怕吴越免不了一场恶战 昔师 你拿去送到粤军阵中 交给他们的大将军范礼 交给他就有用了 只有他能懂 让他记住 破阵 修兵 爱民 兼爱敌国之民 爱兵 兼爱敌国之兵 如若破阵后 不肯停刀兵 修大德 来日越国 必有大败 到时候 老夫就谁也救不了 老夫呢 胡说 疯了 你老夫是 你还说现在我赢了 我赢了 找我 找我 这不容易 你 没事 烦个 out 全身反省 交不过数 都统统拿了人权 被你赢了 我看你用了他 他人自有半孝 你们两个慢点啊 你个大男子还赶不上我们的步子 休不休啊 你当这是赶集啊 这是五月两宫的战场 光家轮流坐 今天到我们家 那边是不是有人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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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天送的我两个鸭鸭鸭了吗 还挺暴躁的 我喜欢 我喜欢 放开我 放开我 大大老贼 我已经跟了你一路了 两国交兵 你们发死人才艺十分无耻 现在连活人都不放过 我赵山河 永远不识太山 犯好汉 手下流行 今后一定为好汉 马首适时 放开我 什么好汉好汉的 这是我们越国的范大将军 其实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范李 你 两位姑娘 两军对垒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是范里吗 末将正是 那我们就是来找你的 找我呢 范大将军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刚救了你们就来说大话 这不是大话 你们现在被吴军包围了 吴子叙摆下齐阵 我师父特请我们送兵书来救你们 你师父是谁 宋强先生 兵书呢 在这儿 先别给他 范将军 我们是拿兵书来换人的 换谁 老百姓交不起军粮的 你们统统给押到战场上来了 这不是逼他们送死吗 现在我们把兵书给你 你把他们放了吧 原来是跟我们做买卖的 这不是买卖 是道义 我师父有话在先 兵书给了你 你记得要破阵修兵 修兵 我师父说 爱民要见爱帝国之名 爱兵要见爱帝国之兵 破阵后 你们要停刀兵修大德 还有我师父说 若破阵后 你们贪大膳得益于一时 那将来越国必有大败 合着就是让我们打个平手吧 那当然 打来打去 死的都是人 受苦的可都是百姓啊 只有德高之日 才能出此名利 请把兵书赐我一愿 若能破阵 我一定进尊教会 哎 口说无凭 记掌为事 好 一言为定 谢谢 这是雪中送炭 将军 那这帮毛贼 怎么送这帮人 李 将军饶命 一人只有一条幸福 将军饶命 将军饶命 不过要留着性命 为非作歹 那也终是祸害啊 打死我都不敢了 我是该信你 还是不该信你呢 你要把我们放了 我们愿意跟随将军 千马追凳 再也不为非作歹了 此话当真 我对天发誓 我也跟将军击掌 好 一言为定 怪不得我师父 是要把兵书交给你 不好意思 我把你当成我的师兄 洗尸 真是天不寡人 这样的绝世奇书 绝非他人所助 松桥老人定是别好 定是大眼于世的 尊武先生 不过寡人怎么觉得 这破阵之法 只能和吴国打个平手啊 不错 这也是松桥先生的意愿 怎么讲 打成平手 既退了吴军 又不至于结下新的仇怨 这样吴越两国 才不至于再起刀兵 唯有两国之间的和平 才能让两国的百姓 可想安宁 末将觉得 这才是这场战争 最好的结果 大王 末将还有一事相求 将军请讲 松桥先生的弟子 献书的时候 末将曾经答应 恳求大王释放囚徒 这也是松桥先生的主妇 还请大王恩准 寡人知道了 快点 末将去布置破阵 快点 快点 告退 快点 快点 大王啊 眼下可算是绝数皇生啊 千爱敌国之兵 两军对垒如何奸爱 放火归山 能以养虎为患 那大王的意思是 寡人去见见这六百丘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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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 大王来了还不归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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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谢大王 你们都知道 吴国大军压境 越国危在旦夕 一场死战 在所难免 敌众我寡难有胜局 本来从寡人到你们 都将是死路一条 不料苍天有眼 有高人送奇书 受破阵之计 实有转机 范将军与赠书人 有约在先 要放大家回家 信誉为本 寡人不敢违约 谢大王 不过寡人有一事相求诸位 毕竟敌众我寡 一场血战仍在眼前 寡人率五千将士 自当以命相搏 但也求各位鼎力相助 两人中选出一人 随寡人上阵 上阵者将为其刻茧留名 每人家里赠田百姆 赠金十两 从此家道因父 夫及子孙 寡人带满朝文武 举国百姓 拜谢了 苍天在上 赠田百姓 净乎俑者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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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他们的姓名 留下他们的战术 回家 二人选一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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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车上 让我到冰队地上 让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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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叔弟 不要跟我争了 让我去 我就不要跟我争了 阿牛叔弟 跟我的 你没有婚区 你没有签过 不是望着我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阿妹 若你在 我阿妹终胜有靠啊 不行 你让我去 阿牛兄弟 你听我的 你就别再跟我争了 你叫什么名字 让去 阿牛兄弟 是我的 我的阿妹就交给你了 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善待她呀 阿牛兄弟 我求你了阿牛兄弟 阿牛兄弟 我要记住了 阿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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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记住 阿牛兄弟 我好阿妹就交给你了 我一定找回来的 你回来呀 你可一定要善待她呀 你可一定要善待她呀 大夫 此人可以 还可以 是 是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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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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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必有高人相睹 不顾头已被钉死 正法逼迫 在诞便也难以取胜 识运至此 只有拼了 没骨 让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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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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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三百四十五 准备护露 军队大王一上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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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将军 打乱了 翻将军 咱们对前面的还是内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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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囚徒要做什么 这不是要去送死吗 快点明罗让他们回城出兵 你给我上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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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点 天下 遣 你不要 消失 阿姨 阿姨 走 出手来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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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挂你的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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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难道是天要月魔 要灭我吗 天下只有一个人能使用功阵 难道会是他 谁 这如我主族销售你一个孙子 还能此人没有仁为尽 为你反尘 死 老夫在此等我多时了 还不瞎马受强 快走 皇 皇皇 皇皇 皇军天啊 皇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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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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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范里把将军的袍符拖在府内走了 走了 两位兄台 请问松乔先生住在哪儿 就在对面的山上 对面山上 是 多谢 白不客气 请问松乔先生住在哪儿 我过了车对岸住在哪儿 多谢 老人家 好 请问松乔先生家在哪儿啊 他家呀 就在河对面 哦 腹部旁边就是 好喝水 谢谢 不客气 松乔先生 后备伴礼求见 松乔先生 后备犯礼求见 无耻之徒 脸皮肯正够厚 西师姑娘 好 范里专程前来谢罪 谢罪 谢罪 说得轻巧 你说出的话可以像流水无足 可那些死去的人 他们能活过来吗 我恨 我恨我太信了 范里惭愧 失信于人 又负西师姑娘 有负于我 我算什么 你骗了我师父 你这些当官的人 根本就全是野蛮无限 行 那是我瞎了眼 任凭姑娘责骂 把李师咎由自取 竟让我面见松乔先生 任由他老人家 责罚至罪 你走 给我走 给我走 宋桥先生 你 宋桥先生 不才晚辈 前来谢罪 怎么 宋桥先生他走了 他归隐在此 本已下决心不问世事 这一次派我送上冰术 是为了西真正 听刀兵 换你们跟百姓的姓名 他还以为你懂他 可你就是这样子懂他的吗 那这里他还待得下去吗 是你把他给逼走的 你怎么还有脸来这里啊 你走 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西师姑娘 对不起 我走 郑大姑娘 你哥哥是岳伯的功臣 这牌位是大王亲手所克 哥 此今是王后亲手所封 哥 这田气是朝廷所赠 郑大姑娘 你家江世世代代是越国的功臣之后 哥 这是兄弟 郑大姑娘 这足解是你哥哥留下的话 你哥哥凶了什么 他说这十两斤 是给我的家庄啊 你们这碗稍微不要紧张一下 是 太医 相公啊 大王如何 大王所受箭伤箭头是进过毒枝的 毒一入泄了 这 还有用吗 这 太医 太医 大王不好了 不好了 走走走 快点快点 快快点 快快点 大王 冒险 父王 大王 父王有什么分布 是你们两个 我 陈和公子一直守在身边 不敢离开半步 秦 武相国 传无自信 不是传 是秦 秦武相国 大王秦武相国觐见 秦武相国 秦武相国 天下如何 秦武相国 恐怕要早做打算了 打算什么 是打算进天堂 还是下地狱 这一国之兵 除了那位进军 都在相国手里 相国可以让任何人下地狱 自己进天堂 昏化 要是大王不在了 除了相国 还有谁配做这一国之主啊 不过 薄匹守在夫差身边 可是寸步不理啊 相国 防人之心 不可无啊 管住你这张嘴 大王请武相国觐见 相国 是大王传我进宫 是请您进宫 别看一字之差 这一字前军哪 给父亲 换上铠甲 铠甲 铠甲 因伤病待身 切不可再劳动伤神 无论传谁 都踏前即可呀 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吗 不是传是请 你听清楚了吗孩儿 儿臣听得清楚 清楚才好 大王请更衣 请武相国上殿 请有声 双臣 听见大王 请不可以起来起来 来来来 你的寡人身边 不敢不敢 老臣岂敢越你 大王 什么阅历不阅历 可你庆叔快进来 咱们坐在一起谈话的时间不多了 来来来 坐下 大王请坐 大王请坐 今天不讲什么礼数 坐下 坐在寡人旁边好说话 大王 大王 我像当年 我们君臣一心开疆拓拓 做了多少大事 当然 也包括 我今天试问 我们走到一起 这可谓是天意 富差能上 不堪大人 把人走了以后 能定吴国乾坤 替寡人报仇许恨他 只有你无子许 大王县重啊 扯杀老臣 把人说的是新年 把人已经想好了 无国的军位 非你无子许莫数 老臣恨行大王收费此名 若大王执意要说 那 老臣只用一丝一泄天下 难道你要让寡人死不灭 老臣 臣信大王穿过于夫差 老臣必当鞠躬尽聚 大王穿过于山子来 臣等鞠躬尽聚 此而莫敌 你向我 你尚前已 大王 不爱跟你讲 夫差 何府则复制 如其不才 均可自立为孤苏之主 将国 请接虎符 大王 不 大王 快 大王 快 快 忙 快 大王 你们 都 стороны 陛下 孩儿 孩儿 你懂父王吗 我懂 你懂你自己吗 我懂 真懂家懂 真懂 真懂 就好啊 扶父亲 起来 把这只箱子打开 是 这个盒子 你把它收好 现在不要看 也不需要看 是 让你觉得 非看不看的时候 再打开 是 这个你也懂吗 你 好 四六位的方 但是儿子会牢记父王的话 好 就看你自己的 造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这大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大王的心思你岂能清楚啊 太宰此话怎讲 吴子叙是什么人呢 毒 他这样的人大王心里非常清楚 现在富财斗不过的 今天他把吴子叙拉上了王库 就是让天下人看看他怎么办 吴子叙别无选择 他说了要辅佐夫差就得履行诺文 宝泽如何面对天下人 上一次他攻入了楚国 掘开楚平王的坟墓 鞭尸复仇 惹得天下诸侯是议论纷纷 眼下他清楚得很 他不敢坐上这个宝 不说别的 就是你我手上的禁军 也少不了要和他有一场火拼 那难道他就心甘情愿地辅佐夫差啊 恐怕忍得一时 未必忍得一事 到时候夫差不还是照样斗不过他 我看未必 我看未必忍得一时 要不及喝 能不能去 他叫觉得心 要不及 因为他地区 而他也不以为 要得罪了 他就要受痛苦 他等着 有还有要不及 他的筷子 也要不及 他会买 他的筷子 他还没有 是 他说 他我不会 他不及 这穆 他就不 meaning我 不许你 才不许你 快点就 好 你在这儿站了三天 你在那里 归了三天 我是应该的 我要给他三百毛九十年 我要等宋乔先生 当努力的谢军 我都已经知道了 这不是你的错 是大王和你 可我和你记掌为事 我是越国的大将军 我知道 你已经不是了 你赐了官物 专程来谢罪 是我错怪你 还打了你 那是我该打 失去的王陵再也回不来了 离去的松乔先生 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你是诚信之人 师父说得没错 我 只有你懂他 如果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我一定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他 谢谢 其实我心里是很想当你师兄的 可惜现在大错娘程 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有 一定有 一定有 明月在上 范莉听到你这句话足矣 足矣 你的心向高悬了命 干净的没有一丝灰尘 你协不干净的 你协不干净的 就那行 这么久了 你还没拖着 我dock关于你 你协不干净的 对 我来干净的 我是你 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营城 夜城西洽 自卫良德 尚赖亲贤 共赴心智 念国本与悠久 张国刚与吴江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 这是父王的位子 吴王的位子薄皮 你说我做得吗 大王做此王位 天经地义 相国觉得呢 大王已经行了登基大典 已经是吴王了 不过寡人倒觉得现在这个位子 暂时还做不得 喜子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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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ney 出去 去出品 子 小王 先王正月遭遇小人暗算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寡人要等到报了复仇 等到相国和纵臣 都觉得这个位子 寡人可以坐的时候 我再坐上去 大王不忘复仇 谨遵复训 实为大孝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五相国 臣在 你上前来 父王不在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如父 每日上朝退朝之时 相国便捧先王牌位 对我当头棒客 时刻提醒我不忘复仇 似乎不必如此吧 这样的血海深仇 如何能忘 复仇未报之前 相国不必叫我大王 不要你每天在这里呵斥我 就如同这般 伍仇未报上 你父王 你父王的邪害深仇 你忘了吗 大王 是伏仇 伏仇 伏仇未报上 你父王不让你父王的血海深仇了吗 伏仇不敢忘 大王不枉先王深仇 臣深感安慰 大王 这是先王临终前赐给老臣的火福 臣不敢自止 还请大王收回 先王临终一言 字字珠奇 我一刻都不敢忘记 他竟然说了吴国江山 还得仰仗如父大人 向国自当担其作人 在先王殡榻前 臣曾经沉默 要辅佐在先王左右 大王若是不收 臣只有以死明治天下 老臣句句肺腑之言 还望大王成全 既然向国坚持 把寡人就收下 不过 如寡人不才 还望向国为吴国尽力 自立为王 不入先王重托 老臣不敢 一能说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大王 没想到将军还愿意称寡人一生大王 大王始终是大王 可将军却不愿意再做将军了 使寡人失信于你 是我失信于松桥先生 我必须向他谢罪 向这三百亡灵谢罪 也许是寡人求上心切了 此事在大王来说 也许无可厚非 事后对三百亡灵的人许 也算是人之一见 可是 大王有没有想过 大晟又如何 怨言相报 战争是没有止境的 不管寡人怎么做 战争从来都是没有止境的 如此无悦必将再战 那么又将会有多少生灵涂炭哪 所以寡人和越国需要将军 天下需要将军 末将别无选择 请大王宽恕 好吧 那寡人就不明将将军了 但是 你的将军府 你的铠甲和佩剑 寡人都会留着 任何我组于魏将军 永远都是你范李 我都听见了 将军 真的不打算回去了吗 我都听见了 将军还是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已经回去了 可是我的情在这儿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我两情相悦 这辈子 西施的心里也只有你 可我也知道 你是大丈夫 心系天下 这小小的驻罗村 怎么可能关得住你的心啊 既然 你已料到五月必将再战 那你就不可能静下心来 既然还有战争的危险 就更需要一个 心存仁义的将军 再有心存仁义的将军 战争还是战争 不 避免了这场战争 你也可能有所作为 这正是你心里所想的 所以 就算你留下来了 也会不心境的 你真是把我的心 看得明明白白 因为 我的心里只有你儿 去吧 免得将来后悔啊 你儿子 我在 哪儿 我 我 从 我 在 我 untu 你儿子 半将军回来了 快去禀报大王 禀报大王 半将军回来了 大王 回来了 将军总算回来了 末将叩见大王 免礼 免礼 来 来 坐 坐下讲话 眼下寡人的平无大军 就等着将军统领啊 请大王先恕范里不死 这话从何而来 败军之帅岂能不死 只有先拿到大王的免死牌 范里才敢出战 怎么战事未开 将军就先言败了 不是末将言败 是此战必败啊 罪里一战 河里死亦非命 吴军被寡人打得大败而逃 这成胜在战哪有战败的道理啊 大王错了 罪里离战 我岳国得利于天时地利 更有苏乔先生的兵法相助 才勉强将吴军击溃 可是吴军的主力远远没有重创 而且现在论国礼 吴国被强于岳国 论文臣武将 就以吴子虚而言 岳国无人能比 请问大王 胜算何在啊 大王 范里所言都是实情 请大王千万收回成命才是啊 不成一时之强不是退缩 我岳国虽然暂时处于烈士 但是只要能够忍辱图存 总有一天 岳国必兴 吴国必败 那将军要寡人怎么做 求和 求和 不但要求和 而且要势之以悲 表之以弱 为什么 急则武功 负民强国要假以时日 这是为我岳国 求得顾本强兵的时间 那寡人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我们越过 强大到足以称霸之时 才是和吴国交战之日 你怎么说得好呢 你投顶杀父之恨呢 那求和 父才难能答应啊 大王放心 是 事在人为 本种答复 以你之见寡人该派哪阁出使 无论 这 末将愿望 有你二人辅佐寡人 真是我大悦之幸啊 大王过于了 叙叙 末将愿 真是 末将愿 你的冰才好 怎么就跑出来了 那个盲草屋都把人躺烦了 闷死我了都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啊 去那里好不好 真是 哎呀 走啦 走啊 看咱这一走了 看你个心事重重的样子 哎呀 哎呀 是不是 故事不刻都在想 对啊 还不说的是 我真害怕 害怕他再也不会回来 说的是啊 要是我 就一定要跟他去 谢谢 都城会是什么样子啊 有人说 大王的宫殿是金字建的 都城的鹿也是金字布的 都城的人 穿的都是刺绣的几段 那有多美啊 要是我能去哪里看看 去看一眼我也知足了 只要不打仗 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不管在哪儿 都是幸福 哎 诗诗 你看那个人 高高的身材 和范将军有几分像呢 你别傻我了 你看呀 真像呢 快去啊 有句话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说 我们的幻江水 住罗山 是不是全天下最美的地方啊 我们这就是好 景致好 林椰好 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菜都不用种 人生的宣草 葫萄花 鹿角菜 吃都吃 你如果有一天不用打仗了 你愿不愿意在这儿留下来啊 我换下制补 你读书习武 还可以像松桥师傅那样 开学馆做师傅 将军 你怎么不说话啊 是像我以前开开了吧 你一个大将军 我哪吃得惯这里的醋茶蛋了呢 如果真能在这儿过一辈子 我岂不是 这世上最有福气的男人 这么说 你愿意在这儿留下来了 我怕人都有 你怕人就 其实 我暂时要告诉你 大王要我出使吴国 出吴国干什么 讲和 姜天 此去吴国 吴国有一种染料叫露脂 用它来漂染住麻线量级了 带一些回来给我 好 你答应了 我答应 记着 祢是 我心里清楚 这露脂 就是要我平安回来的承诺 放心吧 有你 我又怎么舍得不回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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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相伯 起子传话 日国派来的求和特使 以后代攻门了 谁位特使 奔礼 犯狱 弓弹 先王一徒一段 祭祀的事情 归已经安排了 楼阳惠师徒 好久五十谈 还有烟火三百多 这些事你安排就行 是 是 是 你忘了这个狐王的血海深仇了吗 儿臣不敢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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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是 是 是 就是 乱 本相国的话你们没听见吗 这里是吴王宫还是相国府 本使臣没有走错吧 吴相国 越国国书在此 吴国国君何在 越国使者半礼 叩见大王 微臣奉我王之命前来 一位调研和吕大王 二来是为了求和 以求吴越两国西兵霸占 导人 求和 导人父王尸骨未寒 勾见小儿竟想习兵霸占 没去告诉你家大王 要不了多久 导人就会荡平越国 取下勾见他们脑袋 要取我勾见大王的头 的确不难 只不过 我曾经听说 先王在时就立下了 王有天下霸领诸侯的雄心 眼下无国之敌不是岳 是齐 倘若吴岳两国能够兵士前嫌 大王推行霸业 就将没有后顾之忧 犯你 你胆敢再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我 我要你的公命 犯 恳求大王让微臣把话讲完 你不必再讲 犯了 范里 我早就听说你这个人多谋多治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难道你没有料到在这个时候 前来替勾剑求和 这会白白丢掉你的脑袋吗 不过微臣料定 大王不会杀我 为什么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想杀我 也有很多杀我的理由 但我 也有能够活下去 并和谈成功的诸多原因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以吴国的国力 吴王的理想 必定是要成为霸主称霸天下 如果辛兄连一个小小的谈和使者 都容不下 又如何能装得进天下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寡人队求和的兴趣不大 但寡人队你本人倒是有几分的兴趣 你愿意留下来呢 为什么叹息呢 上天真是白白给了吴国辽阔的疆土 和强大的国力 如果越国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会平等对待一切对手 继而战胜他们 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 这是鸡匠吧 好 我成全你 你把话说完 你们要开出什么样的条件呢 让寡人满意呢 第一 越国向吴国年共西矿十万斤 西矿是用来铸造兵械的 越国此举旨在证明和平的诚意 还有你 第二 越国将每年一半的大米和布料 交给吴国 第三 吴国与越国接壤的北部武军 全部割壤给吴国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大王 你不必同意 请大王给我五万铁骑 老臣即可出兵 将整个越国献给大王 寡人既然可以得到全部 又何必要你这一部分 你们在得到越国全部的同时 必定会失禁天下人心 如此宽厚的条件都换不来和平 今后你的对手们 只能拼死一战 你开出了勾剑求和的条件 但此刻寡人更感兴趣的是你 现在寡人要开出最后一个条件 只要你肯留下辅佐寡人 寡人可以战节放过越国 可 寡人不要你现在回复 在宫地先住几天吧 在宫地先住几天吧 大王 请 藩将军 请 微臣不敢 这是寡人的内殿 将军不必居礼 坐吧 谢大王 寡人深知 欲得天下 一是得名 二是得势 像范将军这样的高势 寡人从心里喜欢 大王过誉了 来 喝酒 这是吴国的好酒 寡人敬礼一尊 谢大王 将军认为寡人的王宫 比勾剑的王宫如何 吴国的国土数倍于越国 越国的王宫自然无法和大王的宫殿相比 若把寡人和勾剑相比呢 强国之君 与若国之君 不可相比 寡人知道你是楚人 为什么你一定到越国去 辅佐越王呢 因为 越王求贤若渴 寡人同样求贤若渴 只要将军肯留下 寡人即刻封你为大将军 统领一支新军 谢大王 只是 君臣相守于义 岳王待微臣不薄 不 微臣不能辜负了他 一个弱国的大王 值得你这样追随吗 微臣有王命在身 犹如使命 为人不耻 实难相从 还请大王宽恕 只怕你此次的使命 将不得善终了 寡人从我而言 将军肯留勾剑免死 将军不留勾剑毕王 是去是留 你自己决断吧 大王 微臣留则死于不义 微臣不留则死于不忠 如此微臣就只有一死了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微臣 有负一个人的托付 不能把陆职 带回岳国 你是说飘染用的陆职 正是 看来对所托之人 必定是位红颜巨子 是 将军不怕死 倒是对这位姑娘 一往情深 寡人对将军的人品 越发竞争 勾剑三庄竞献 不如换作范将军一个 只要你肯留下 寡人便答一答 微臣已然对大王说过 宾主相结于情 君臣相守于义 将军暂且在寡人乐乐多 住上几天吧 我会看到 这情义二字 寡人绝不差于勾剑 五月十分前来讨饶 请太宰宽恕 你是什么人哪 范李将军 请太宰大人笑容 李下渔人 必有所求啊 不不 将军说 这份薄礼 只是为答谢太宰大人 在殿上 接下了我岳王的国书 此外别无所求 用军机 用军机 行军出击 为敌 北方相国 发现有人偷看 那是什么人 是 跟我来 后军布阵 走 走 北方相国 是个越国人 好 满意 五相国 久闻你的兵法两得 今日一见 也不过如此 你 早就恨你不死 今天他自己送上门来 你要怎么样 竟然私上我吴国大营 亏是军情 难凭这一条对抖 我只能取你的命 我是堂堂越国使者 又被霍宅大王奉为上兵 我看你 没这个子弹 来呀 是 把这个贼人掉下来 给我狠狠地打 是 走 大王留范里住在宫中 微臣就明白了 他还不肯答应呢 大王 您不必着急 大王 太宰 那就是我家将军吧 这是什么人 小的是范将军的随从 刚刚我们随从范将军 在外面险走 范将军被五相国 抓进了大营 求大王快想办法 若不然 我家将军就姓名不保了 谁把人捉过 快点打 住手 太太大人 这是老夫的军营 太太管得也太官了吧 打 起 大王到 大王 大王请看 我泱阳大国鞭打来使 这要传扬出去 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 他思考我五国大营 其罪当法 国有国法 即便当法也轮不到你五相国呀 太太大人如此包庇他 不会有别的原因吧 包庇 本太太从无私心 处置来使是两国之事 应请大王决断 于 相国对范李心怀愤恨 寡人心里应难 来人 将范李押回宫里 寡人自有惩治 大王的话 你们没听到吗 大王 君务繁重 向国去吧 大王求贤若渴 微臣领教了 范将军 这出苦肉计你演得好 这是在逼寡人 好 瓦仁可以放你回去 何一也暂且答应 瓦仁心里明白的可 你们的求何一 这是法兵之计 你们需要时间修养生习壮 瓦仁可以给你们时间 我们要记清楚 上次你们是偷袭成员 不会再有下一次 瓦仁父王之仇是一定的 下次你再进入吴王宫 下次你再进吴王宫 肯定是你活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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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